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此期间 能喝羊肉汤吗 看来这位朋友还是挺倾向于羊肉的 关于胃酸反流呢 这个题比较大 也有很多人有这方面的问题和毛病 需要治疗和调理 那我就尽量的用简短的时间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谈谈胃酸反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另外中医怎样调理和自我的一些保养的原则 胃酸反流呢 又称胃酸倒流 胃酸逆流或者胃食道反流病 这都是有不同的名称 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常识的问题 先看看胃的结构 胃呢 它是上段是食管 食道 下段是沙子肠 以及小肠 大肠肛门之后呢 除去消化道 那么胃是消化到整个系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器官 它的上口呢 叫喷门 下口呢 叫幽门 所以呢 这个胃是一个第一步接纳食物的一个一个脏器 所以呢 非常的重要 下面呢 我们来谈谈这个胃酸 所说的胃酸呢 它是胃液的一个主要成分 其实呢 胃酸反流也是一个胃液的一个反流 倒流的一种现象 那么胃液呢 主要成分呢 是盐酸 另外呢 还有很多酶 胃蛋白酶啊等等 还有一些粘液 还有一些碳酸氢盐 还有一些内因子等等 那些呢 都不谈 主要呢 谈这个胃酸这部分 那么胃液的胃酸的 它是一个强酸 它pH值呢 比较低 通常呢 一到三 平均呢 会二 我们知道 比中性的呢 pH值呢 是七 水的这个pH值呢 是中性的 它酸点度呢 正好是在中间 那么pH值如果在二 那就是一个很强的酸 一个很厉害的 这个胃酸呢 它在胃里面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胃粘膜呢 能承受这个酸 那么说为什么胃的酸减度啊 它的酸性这么强呢 因为我们食物呢 进入胃以后呢 要进行第一步的处理 这些胃酸呢 就能杀掉很多的细菌 对食物呢 进行了消毒 比如说很多细菌病毒啊 在胃这个层次里面 就被消灭掉了 之后呢 它再往下走 十二指肠 小肠 所以呢 这个胃酸呢 是一个强酸 所以我们在吃有一些食物 比如说不干净了 或者是有一些污染呢 可能呢 轻的呢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因为胃酸呢 把这些细菌都给撒掉了 所以呢 这个是个强酸 但是这个酸如果到了食道或者肠道 那就不可以的 它们承受不了 食道呢 是不能承受这么强的酸 所以呢 会造成了这个胃酸反流到食道呢 就会引起了一系列的症状 那么主要的症状呢 就是烧心 就是老美说的这个Hardware 也叫 就是有人也称反胃酸 就是吐酸水 从胃反上来的这个液体呢 酸性比较大 你能感觉到这个酸味 这是主要症状 因为伴随的症状呢 有时候还有恶性呕吐啊 完斧杖满呢 打嗝胸闷啊 甚至有咽喉痛啊 咳嗽啊 就是这个胃酸呢 到了咽喉 那是很不舒服的 很多人呢 以为是咽咽 导致的咽干 咽痒 咽痛 甚至声说话呢 撒哑啊 这个咱们也遇到不少 严重的呢 会引起来咳嗽 经常的咳嗽 这种咳嗽呢 也要引起注意 是不是由于胃酸引起来的 所以一味的用止咳药啊 可能就没有用 那么你胃酸不解决 止咳药都是暂时的 那么现在呢 来谈谈这个胃酸倒流是怎么产生的 好好的胃酸怎么跑到石道里来 那么根本原因呢 我们说有两个 一个呢 就是这个胃的上口叫喷门 它的石道下扩液机避暑不全 就是说的喷门关闭不上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胃的长 胃的压力太大 它这个内容物啊 它往上顶 那么就把这个胃酸的胃液呀 推到这个喷门的位置 那喷门就打开了 就往往上反 那么进入石道 甚至进入到咽喉 那喷门呢 它正常情况下 它不会自己打开 人体呢 是一个高度的一个自动化的系统 当食物呢 下去以后呢 它到了石道下端 喷门 它这个自动就打开了 等这个食物通过喷门以后呢 它就关闭了 所以它不会反流回来 但是有各种原因导致的这个喷门呢 它不灵了 它本来是应该关闭了 但它关不上或者关不严 那么呢 它这个胃内容物呢 和液体就会反上来 那这个情况呢 也分有不同的原因和诱因 那么呢 要知道这个喷门为什么不灵了 那么首先呢 得查一查是不是有一些气质性病变 比如说 食道有善气呀 特别是裂孔善 另外呢 喷门呢 胃呀 是不是长肿瘤了 有东西了 它关不上 这个情况呢 要进行查就比较难办 所以排除气质性的病变呢 那就是功能性的 功能性有一些诱因 这个喷门关不上呢 跟很多因素有关 其实呢 一个重要原因呢 就是情绪波动 因为这个喷门这个这个扩约肌呀 它是受神经支配 神经受大脑的这个控制 那么大脑呢 受情绪的影响 所以这个人呢 情绪波动啊 天天精神紧张啊 也会导致这个扩约肌的功能失调 另外呢 就是体位 比如说进餐以后就躺着或者剧烈运动 这都能导致呢 喷门关闭的问题啊 出现异常的开放 另外还有一个引起注意呢 就是吸烟 这个吸烟的人呢 很多有胃酸反流 他这个吸烟呢 调查了解啊 科学分析 它直接呢 导致喷门的闭锁问题啊 这个是从这个喷门 其实正常呢 也好理解 你这个胃液倒流 一个是门关不上 一个呢 下面内容物的压力太大 所以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肠胃的压力太大 这个压力大呢 也有几种原因 就是肠胃的产气太多 消化不良 产气呢 就比较多 从肠往上顶 把这个胃液就顶上来了 这是一个 另外呢 就是这个蠱动啊 肠蠱动啊 太慢或者无力 因为正常的食物呢 它不会自己往下走 它是通过肠胃的整个消化系统的蠱动啊 它一点一点的往下挤 那如果这个没力了 或者是它的蠱动非常慢 那么这个内容物啊 胃的内容物就不容易往下走 那就往上顶吧 所以呢 这都是一个常理 比较好理解 那么这种情况还会引起来很多人大便 所以有一部分人便秘啊 并不是说大便很干 它大便稀啊 或者不成型啊 它也便不下来 因为肠乳动的问题 那这个我们就得解决肠乳动 另外还有一种呢 就是肥胖 它的脂肪太多 把胃肠腔啊 压得太大 那这个压力从外来来的 也会导致内容物往上顶 其实呢 这个胃酸反流啊 不单纯是说胃酸多和少的问题 你胃酸呢 它的多和少 其实是胃液的多和少 但是呢 胃酸有一个情况 就它的pH值是不是够低 如果它的pH值不够低呢 说胃酸少 那是胃酸指的胃酸的pH值不够不够低 那它就高了 高了就没有酸性了 那就没有作用了 没有作用 有些食物的病菌系统 细菌病毒就杀不掉 那么导致一系列问题 也属于这一类 所以呢 也有一种观点呢 认为不是胃酸过多 是胃酸太少了 因为杀不掉有些细菌 这些细菌呢 到了肠以后呢 开始发作 产气 产了气以后再往上顶 这也是一种观点啊 我们不太去细追究这些 但我觉得呢 如果把喷门搞好了 把这个胃的这个动力都搞得顺了 这个胃酸的问题呢 基本也就解决了 让它往回流 那么下面呢 来谈一谈呢 这个中药啊 针灸的一些治疗方法 这个呢 中药针灸治疗效果呢 可以说是非常好 我个人的观点 它是优于现在西医的所有的治疗 因为西医目前呢 对于胃病的治疗呢 三大类药物为主 第一个胃动力 第二个呢 缓解胃酸 第三个呢 消化酶 我在做博士期间的研究课题呢 就是做的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 所以对胃呢 还是比较了解 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跟老师啊 跟那个 当时学校的这些专家呀 学了不少 关于脂胃的一些中药和针灸的方法 在这方面呢 我们有很多病例 所以西医呢 认为呢 你这胃酸是没办法的 就得常年吃那个治酸的药 来对抗 其实是碱性的药物 那么对抗胃酸以后呢 胃酸的浓度降低了呢 它就不往上反了 或者反的轻了 对食道刺激小了 其实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你胃酸低了 影响的其他的一系列 别的变化 你胃肠的功能啊 包括细菌的杀灭啊 都会有影响 而且长期终身服用 也不是个办法 那么我们呢 就戒掉了很多 西医认为需要长期 终身服用胃酸药的这部分人 有一个美国人呢 他吃了六年的治酸药了 他其实陪他老伴来看病的 老伴腰酸腿痛 治的还不错 他每次陪着来 来了以后呢 他说他有个问题 他想问一下呢 这个胃酸咱们有没有办法 我一问他 他说他吃了六年的药了 这个不吃呢就不行 就往上反 就非常不舒服 但是现在吃了呢 好像消化不太好 感觉上各方面的消化功能都比较弱 那么有没有中医的办法 那我们就给他针灸中药 治疗以后呢 其实三个月 他就把那个药呢 就给停掉了 以后呢 两三年内 他都没有再用任何药 其实呢 不是说终身服用 我们这种例子太多了 根本不用 通过中医针灸的条理呢 完全可以呢 把这个胃酸问题解决 那么谈到中药 首先呢 那我们说这个病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寒 或者热或者虚或者食 它寒热挫 虚实病见 它这个我们要定的 它的位置呢 是在胃 在脾 或者是在肝 那么通常呢 它调理这个寒热不能 不能搞反了 有的人呢 是胃火制胜 有的人呢 脾胃虚寒 脾胃虚热 寒食困体 还有的肝气愈结 这些呢 我们都要详细的辩证 那么热的呢 我们有这个蟹心汤 三个蟹心汤 那么偏寒的呢 有四菌子汤啊 补中心汤啊 等等的 这个就是要辩证论治 来找中医的专业人员呢 给处方进行治疗 这里呢 很难说一个通用的方呢 治疗胃酸 因为你寒热搞不定的话 很容易搞反了 一旦搞反了呢 反倒加重病情 这个必须得专业人员来把握 那么谈到针灸呢 我觉得针灸这个方面是非常有特色的 因为喷门关闭不选 它受神经的控制 我们调解神经 通过神经的调解 情绪的调解 它这个喷门呢 就会自动的关上 就会恢复 也有一些特定的血位 在腹部啊 和背部啊 是专门能够控制这个喷门的关闭 和它的功能的 所以呢 针灸是不可以忽视的 这个针刺的作用啊 就非常大 因为我当时做的就这个 包括维生性胃炎 治好了很多这类的胃肠疾病 就是通过针灸 甚至推拿 如果你说针比较痛 那推拿呢 也有一些血位 可以缓解这个喷门的这个关闭情况 所以呢 但是现在呢 我们这个都停诊了嘛 以后呢 可以针灸中药一起 下面呢 再聊聊这个 怎么样自我来的来保养 这个病啊 其实呢 我们说 胃肠的病 主要是饮食 但主要在保养 老百姓都知道 这个很多病啊 特别是胃肠病 是三分之七分痒 就是你自己调养了 比治疗还要重要 医生帮助你只占百分之三十 你自己的调养呢 要占百分之七十 就是你得知道 怎么样自己来调养 那么饮食的注意事项呢 这么几点 给大家提个原则 因为细讲呢 这比较多 那要讲讲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我在其他的这个篇章里面呢 视频里已经提到很多了 首先呢 你不吃的这个生冷硬辣 刺激性强的 酸性高的 这个食物你尽量不吃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少吃这个高脂肪啊 高纤维素啊 比如说这个肥肉啊 粗粮啊 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了 很多人呢 吃这个燕麦啊 粗粮啊 糙米啊 觉得这个很健康 但是呢 我要告诉你 您胃肠不好 千万别吃这些 那些人家胃肠好的 伴有心血管病的 糖尿病的 这些人比较适合 是粗粮啊 显微素比较高 但是呢 您这个胃啊 要不好 您得吃一些精细的 这个食物 那么这个糙米啊 这个粗粮燕麦 这些东西啊 非常难消化 吃的不舒服 所以呢 我这见到太多的人 有这个误取 他说我吃的非常健康 我说每天我都搞燕麦 这个难 结果呢 就是这些东西 导致他胃肠的毛病了 老致不好 所以呢 要特别注意 那么吃啥呢 就吃容易消化的食物呗 比如说不给胃肠增加负担的啦 像小米粥啊 喝点汤 喝点热水 也没有汤 都是可以的 这样呢 能够保护这个 胃粘膜 也能综合胃酸 所以呢 起到很好的作用 另外 推荐呢 如果你胃酸 这会儿多呢 烧心很严重呢 有几个方法 可以缓解的 推荐一下 第一个就是香蕉 香蕉呢 是一个很好的抗酸剂 它能够保护啊 这个粘液层啊 能够缓解胃酸 另外呢 你可以嚼嚼口腔糖 一嚼口腔 胃液分泌增加了 就稀释了胃酸 其次呢 大家都知道的 小苏打水啊 或者生姜 芦味啊 这类都可 第二个方面 调制呢 就是寝治 主要是缓解精神紧张 效率症啊 这些就不多说了 另外 主要还要保 保证睡眠啊 睡眠不足呢 你精神就好不了 那好不了呢 就会影响到胃 其实呢 精神和胃啊 那天我单独讲一次 终于说呢 胃不合则 卧不安呢 胃是以降为顺 所以呢 胃都是往下走的 如果你这个精神 这个 负担太重 肝木出了问题 它磕皮土 所以胃直接受伤 所以导致很多胃的问题 但胃的问题呢 又会影响你睡眠 胃不合则 卧不安吗 所以呢 这两个方面啊 是互相的 我们要 互相的呢 要 要知道 要特别呢 保证睡眠 很多年轻人呢 晚睡晚起 啊 这个习惯呢 都很不好 另外就说呢 改变不良习惯 这是第三个 最注意事项 特别是啊 第一条非常重要 戒烟 这个绝对不能抽烟啊 这个 胃酸倒流的人呢 抽烟是没办法治的 因为烟本身呢 太多证据显示呢 它对喷门的关闭呢 是有影响的 那么这酒啊 农咖啡啊 农茶啊 碳酸饮料啊 通通的这些 尽量不用 少用 另外还有一些饮食的 一些不良习惯呢 比如说 有的这个很多年轻人呢 他们早餐午餐一起吃了 或者吃夜宵啊 一天三餐保证定时定量 这样好的习惯呢 都是治疗和保养 未算的这个好办法 那关于这位啊 书这位朋友 他提到的羊肉汤呢 想必呢 你也清楚了 根据上面这些原则呢 那羊肉汤如果脂肪很多呢 你就不要用 如果瘦肉比较多 还是可以吃的 这蛋白质啊 还是不要的 但是脂肪多了呢 会引起 胃液 胃酸的分泌要增多 因为要消耗这些脂肪 消化这些食物 那么呢 就胃酸就会增加 但是胃液 农量 都要相应增加 而总之呢 这个病呢 需要自我保养 要谈的东西很多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希望呢 能帮到各位朋友 有这方面 胃酸的情况呢 可以做一个参考 今天就谈到这里 也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